最近天气转凉了 今天来煮个炸凉粥 准备了黑糯米120克 白糯米60克 红豆60克,花生100克 板栗100克 现在把食材洗干净 黑糯米,白糯米,红豆,花生 可以准备八宝粥了 把食材洗干净 倒入锅里 加入熏水 盖上盖子 煮开5分钟 焖10分钟 焖了10分钟 把它放到炖锅里面 用炖的水不用加太多 麦卡切 按银额粥炖2个小时 粥炖了1个小时 把旁边放进去 有点烫 看这个炖的水不用太多 它就很粘稠了 再让它继续炖 哇,好棒 哇,好棒 狗姐,狗姐 狗姐,走 走,走 走,走 来 来 来 粥已经炖好了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加白糖 冰糖或是红糖 追净白糖,花得快 如果要冰糖的话,可以早一点点加 剩半个小时左右 试一下甜度就可以开吃了 开饭 黑糯米炸粮粥 味道纯香,营养丰富 口感好 天气转凉,适合多吃一些五股炸粮 暖身更暖胃 肚子 非常地香 大鱼鼠还倒在一起 做腿 我要吃肉 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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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妹妹都想吃了 老婆 甜 打破 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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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肉 哎呦啊 有啊 有 再 再溜了 沒有 沒有 現在沒有了 溜了 溜溜 沒有 這是什麼 那 溜了